這是台南化酒玩區 因為新開幕所以不用去參觀 未來玩區的中民酒差不多是9215平方公車 也就是2792平方 原區鑽合菜料 畫一罐煮粘素到有關 跟公園國修 直接靠就看到一大群的文匯 下一次看到在封地層的岩壁 因為有很多親子互動區 所以小朋友來到這裡都很開心 當然也有很多嚴肅的交友電視 這是金豚 台南這裡是睡室 這是在讓小朋友體驗黑化酒的互動設備 這條花酒給他風水時劇出品來欣賞 這條花酒給他風水時劇出品來欣賞 這是給人想像是暴龍奔到長茅像 會發生什麼事 這條花酒 黑色是花酒 白色的地方是整隻的結構 這條花酒 這次來講很多動物的消息 都是跟人家有關 這條花酒 都是一些比較完整的花酒 看到這條花酒 就是這條花的出口 站在這裡可以吸引團體照 但是還沒玩 還有很多地方必須要參觀 就是日本時代台北帝國台下高雄早板一人 他對著早期的花酒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不是有嗎 也電視到北帝國台下高雄早板一人 他是要沒有作為西洋駅的文化 但是他不喜歡 還是你滿足為西洋駅的文化 他不需要 他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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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支持 他不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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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新穈 當中發酒有很大關係,人仇主義叫作單純目善心 他的醫生都非常歷心在找發酒 我們現在只走到第三罐而已 這裡設計了很多毛茸茸很像玩具的東西 所以小朋友在這裡參觀都很高興 探戶時還夠有發酒的基本地區 這一個最廢魚 就在這一個大鱔 就在這一個大鱔 製造成有個天的山寺 和我們一起去吃的那些小鱔 和我們一起去吃的那些小鱔 就去吃的那些小鱔 還有最多的一道小鱔 給我看見其他小鱔 那些小鱔 沒有其他小鱔 就去吃的那些小鱔 那些小鱔 三盒罐走完了,我們現在要走到第四盒罐 用刷來作火董的體驗 蛤?這頂才有在玩歐心嗎? 這瓶裡面收集中的花酒超過4600公斤 老闆中國師就是那個老闆教室所發現的 第二瓶是湯尾的一瓶 很多不同的大廠都在這裡給它電視出來 尤其餐如果要最小的都把它洗過 這樣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很難看